各位好 今天借到一位传统武术爱好朋友的这个短讯 他告诉我说他学好几种不同的这个拳术 包括永春拳 然后他说呢 大家都在说永春拳是贴身短胆 那可是呢 好像大家的说法又不太一样 那贴身短胆是否有一个标准 什么叫做贴身短胆 什么是这个贴身短胆 然后他也问我说 那到底当今在永春谁是贴身短胆的正宗 这两个问题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 那我现在呢就和盘拖出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当做一个参考 不要说我是对的 这是一个参考 首先呢我们要说这个 这个 我们传统武术 很多时候都会这个牵涉到说谁正宗 我对这个所谓的谁正宗 谁是正宗的这个看法呢 就好比这个 二十年前吧 有一首歌叫凡人歌 好像是李仲胜的歌 他说呢 道义放两旁 立志摆中间 我认为 只要谈到谁正宗 那就是这么一回事 道义放两旁 立志摆中间 所以呢 这个说谁正宗 事实上 我个人认为是没意义的 比如 我们这个读物理学的 我们这个在大学或是这个高中学校里面读物理学 我们不会去问说 当今天下物理学谁正宗 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嘛 那你问谁干嘛呢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正宗呢 还是这个英国牛津大学的这个教授最正宗 那没意义 对不对 因为物理学 它就是物理学 牛洞的物理学 它就是牛洞的物理学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上 理论上 这个永春泉是什么回事 那可以大家研究和谈 这个研究它和来这个讨论 可是不要说谁正宗 因为一旦说到谁正宗 自古以来 就是道义放两旁 立字摆中间 会搞出很多的问题来 那不需要的 那搞了很多之后呢 事实上是什么回事 没有解决 所以我个人认为 你说永春泉 那永春泉我们说 就好像应该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物理学这样 不要问物理学谁正宗 物理学就是物理学 全天下都知道什么是物理学 那我觉得这样子 才是这个合理的 那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要说 我们不说谁正宗 就说正宗这两个字 这个所谓的正宗 这个也是要很小心的 比如现在我们看一个人 大家现在 最近我在这里提到的 七七光 我昨天才知道 原来七七光 有一个电影 新的电影 现在出来了 七七光 有一个事情 在七七光时候 有一个事情是这个 这个七七七光的七家刀法和他的刀 七家七七光将军的七家刀法和刀 是不是中国的正宗 或者是这个从日本刀演变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那边 那如果说我们去查下去 我们知道说 哦 原来七七七光将军 他是改良中国传统的这个 这个这个刀法和刀 因为既当时的情况 就改良了 这样子他还可以 在那个战争的时候 之所以说 之所以说 杀敌一千 自己只损三个人 好 那 这个由七七光 这个将军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 这个所谓的这个 正宗要非常小心 因为武术 传统武术 是一直在演变 随着时间演变的 包括七七光将军 这个例子 那 这个是事实 所以从这个七七光将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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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实 我们又可以看见一件事情 现在比如说 你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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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 呃 武术 这个 这个 时代不同了 也很可能会出 第二个 七七七光 又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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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 传统武术 那都可能的 所以中国传统武术 并不是说 一个 呃 从前的人 一定是最对的 他就是这个 完美的 那就是抱着那个 这个 这个 说一个 固步自封 七七光没有这么做 所以传统武术 这个 这个 中国 中华传统武术 之所以 可以到今天 从历史上 我们可以看 以这个 这个 七七光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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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那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这个 这个 之所谓的 正宗 谁正宗 你说谁正宗 那就是 这个 这个 道义放两旁 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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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志摆中间 会 搞到 这个 兄弟翻脸 师们和 徒弟翻脸 我们大家 看历史 知道 那至于说 什么是正宗 什么是 传统 武术的 正宗 看一看 这个 七七光 将军 都是一直在变 一直在 随着时代的 这个 更新的 这两点 是我要和大家 分享的 因为这个 离开了这两点 事实上 没意义的 那至于说 这个 什么是 这个 贴身 短打 这个 大家都 到网上去查 或是 去 去看电影 也好 什么也好 都会说 永春泉 是 这个 一种 南方的 贴身 短打 这是什么回事 有没有 这个 这个 客观的 这个 定义 结果 事实上 这个是有的 这不是随便说 这个 每一个人都可以 这个 自己去说 我的这个 叫做贴身 短打 这个 这个不能 这样子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从这个 七七光江经 1560年 那个时代 的这个 绩效新书 1784年的 这个 少林 短打 全经 这个 藏平邱先生的 到这个 1840年的 这个 义经先生 所流传下来的 这个小念头 和他的 那个 那个 全觉 直到这个 叶问宗师 1972年 我们就可以 从这里 看到这个 短打 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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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这个 这个 signatur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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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迹可循的 这个短打 那 这个 所谓的贴身 也是有迹可循的 从这个文显 古代文显 这些 都是有迹可循的 这不是说 谁可以 这个 这个 胡扯一番的 那 我们先来说 什么是短打 然后 可以看一些文显 是什么一回事 什么是贴身 什么是短打 什么是短打 那 短打 有一句话 就是在这个 全经里面的 有一句话 他 这句话怎么说的呢 他说 常来 短阶 贯入身 这个就是短打 的这个 这个 这个描述 常来 短阶 这个 短字 是一个机械力学 短阶 因为 他是短打 他有他不同的 机械力学 他和常全的 机械力学 是不同的 所以他有这个 短阶 这个短 这个短 阶呢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 常来短阶 贯入身 他要入身 他一定要 接他 接 而不是 他的相反 顶 顶和接 是相反的 顶和接 是相反的 东西 把这个顶出去 不是相反 是接 然后呢 这个 贯入身 入身 就是接近 靠近 那如果说 以这个 广东话 我们就说 这是买身 你练勇春全 你一定要买身 因为 所以 这个是短打 所以这个 常来 短阶 贯入身 这个就是 短打 的一个 共同点 他的特性 那这个 这个短打 要小心 短打 不是短桥 一般说的 这个短桥 不过是说 这个体质的问题 长或短的问题 短打 是一种 试法 是一种 试 就是动量 操作的方法 而不是这个体质的 长或短 这个要 很注意的 那这一句话 出以这个 这个常来短阶 贯入身呢 就出以这个地方 出自这个地方 出自这个地方 这个好 就出自这个地方 所以 这是 1784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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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少林 少林短打 的这个 前经 就在 这本 这本书 古代文献里面 那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很 很小心 要知道 常来短阶 贯入身 第一 这个短打 一定要入身 不入身 它就不是短打 然后呢 它是用阶 常来 用阶 阶 而不是顶 顶了 就入不了身了 然后它之所以短 那个短阶 这个注意的 短阶 就是它的力学 机械 那个短 这个短打的 力学 机械 是短阶 那不是一般的 这个常全 那种 顶的 式的 这个力学 这个 这个要 要小心 这定义 在这个地方 然后 什么是贴身呢 贴身呢 事实上呢 是叫做 念身 在这个书里面有 就是相同的 这个少林短打 念身 好 真念身 然后呢 你看它在这里 它说 以我之手 兼粘住 就是粘住这个 粘住这个 这个 这个对方 要注意的这个地方 就是说这个 这个地方 不好看的这个地方 转身 这个转身要很小心 看 因为这里说 转身一起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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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们知道说 这个 这个 所谓的贴身 就是身体 粘上去 好像这里所说的 就是说 以 以人对敌之时 这个要 这个 以脚 趴近 更以我 之手 兼粘住 对方了 所以这个 就是贴身 然后这里呢 它有说 它用力的方法 就是转身 一起着力 这个要小心了 这个就关系到 永春全的 寸境 短境 因为它是在 粘制的时候 要发那个力 事实上在 这本书里面 也有 它的这个 这个定义 它这个 这个 这个 解释 是什么地方呢 它说在 这个地方 自顶 自足 截 转 轮 防 这个是 截转 这个自顶 就是头到 这个脚 截 转 轮 防 截 就是关节 转 就是转动 转换 就每一截 转动 转换 轮防 轮就好像 那个轮的 那个主轴 在转动 这样子 所以这个说明了 在 进身的时候 在那个 贴身的时候 在贴身 或者是在 这个 粘的时候 它用的 机械 是 这个 截 转 轮防 是转动的 每一个截 它会 这个 转 然后它 也好像 那个 轮胎 这个轮子 那个轴 它会 会 转的 那这个 东西呢 那你说 啊 这个 古人 是这样子 说 这个是 所谓的 贴身 那 以今天 有没有 这个东西 有 就是 你去看看 你的 行桥 那个 那一套路 永春泉 行桥 那个段路 转马 这个转 只不过是 有些人 没有截转轮防 只是转这个 在做的时候 那可是呢 它的 事实上 那个 寻桥 那个 或者是 已经 1840年 传下来 那个 小念头 小念头 绝 第二 这个 第二部 第三部里面的 说 它都是 这个 截转轮防的 就是这么回事 那 所以呢 从这里 我们也要看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这个 已经 传下来的 小念头 它有 总共有 四部 一长套 四部 后来呢 就演变成 现在的 三套 三套 全 小念头 成小 标识 这个四部 这个四部里面呢 有一个 很重要的 东西 就是在 这个 全觉上面 我们很幸运 很幸运 这部全觉 由我师公 那个 他们 曹家 我师公 师父那一带 从大陆 拜到 从广东 拜到 马来西亚去 所有我们才知道 才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 原来呢 我们所谓的 截转轮防的训练呢 在永春前呢 是用什么呢 是用 额眉十二桩的 所谓的 蛇行 涌动 涌就是那个 没有变蝴蝶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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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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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涌动 所以我们练 这个小念头 你看 这个小念头 这个就是 蛇行 涌动 这个就是 要练 这个 前身的 截转 轮防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 1840年的 这个 这个 易经的小念头 小念头 节 我们知道 哦 原来 我们这个 永春圈的 这个 这个 贴身 念身 虽然说 它是 成 成这个 成传这个 少林 短打 成传这个 七纪光将军 时代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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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打 可是 他的这个 身体 这个 这个 深功的 训练 他用了 他是采取 而美 十二桩的 还有一个 东西 就是 这个 中线 你看 他在这个地方 没有讲 那个中线 定力 那中线呢 中线是从 什么地方来 也就是因为 这个 1840年的 这个 易经小链头 全节 我们知道 那个 中线 直武 中正 那个 是从哪里来 是从福建的 百合全来的 所以这个 我们就知道 永春圈 是什么回事的 他是对 他传承了 字里的短打 字里的贴身 他也传 他也引用了 而美十二桩的 这个 十二桩 大 这个大 大节 行动 如十二小节 如那个 拥动 来控制 这个身体 和这个 中线定力 这个 知武中正 这个中轴 这个福建的 这个百合全 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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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武中正的 原理 所以 永春圈 你看他是 陈 七级光将军 这个 少林短打 那个时候下来的 那个少林短打 有这个 俄眉十二桩的 蛇行 有这个 白鹤 是福建 和全的 指武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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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就形成了 1840年的 小念头 也就是 永春圈 也就是 这个 1840年 就是 这个 李文茂 那个时代 就是那个 洪传奇异 那个时代的 永春圈 就是 就是 他的 全种 就是这么 一世 今天我们可以知道 这些东西都是 在网上都可以查到的东西 那个 包括这个 1840年 这个 《易经》的 这个小念头 他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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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 在YouTube 我放在YouTube上面去了 那个 全觉 也公布了 公开了 大家可以去研究 那这个东西就是 主要是 这些 我把这些公开 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大家 可以去研究 那就知道的 很清楚 知道 是什么回事 而且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发现 有一个 好像 七纪光将军 那个时候 这个 在这个 演变 这个 中国传统武术 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这个 创这个 小念头 的是谁 我们只知道说 他叫苗顺 如果依照 这个 我全觉上面的 这个 名字 那我们不知道 事实上 我们不知道 苗顺是谁 可是我们知道 一件事情 他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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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 造钞 或造 这个 传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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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团 他 已经有改良 他的这个 这个身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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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法 好 用 儿媒十二庄的 因为儿媒十二庄的 特点 就是他可以把它 一节节的 这个 所以 我们说 刚才好像刚才说 正宗 你说正宗 什么是正宗 对不对 不能这么看 因为这个 传统 这个中国传统 这个武术 就是这样子 一直在 演变 一直的 去这个 这个 这个 更新 去 去发展的 这不是死的东西 那 我们看到 你看从这个1560年 所说的 广打 然后 然后这个少林 1784年的 然后 这义经 这个 小念头 那 介绍来 我们说 那今天的这个 永春拳 是不是这个 短打 那我们就 看 叶问宗师 在1972年的 时候 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他 这个 他的这个 访问祭 怎么说的 这个访问祭呢 是这个 大家可以 去这个 新武术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篇 1972年的 在这个地方 现在把它放大 给大家看 开始这个地方 他说 永春拳 是柔的 到这个 这个地方 他说是 探往佛 探手 扶手 航手 在这个地方 他在解析 这个 来流 气送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 字 接 所以他在这里说 他说这个东西 比如他在这里说 他说 并指出 探手 扶手 旁手 的使用 绝无向横拨 或向左右 摆动 那个就是顶 不是那种顶的 他说 所留之手 只是 接 或旁着 敌人之群 接 不是顶 所以呢 这个是 1972年 1972年 所以我们知道 从1560年 1782年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了 常来短阶 灌入身 易经的全觉 知道了 原来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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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阶 这个 截转轮房 是用这个 采取 这个 而没 十二桩的 到这个 叶问 宗师 在这里说 那个 字 接 字 接 不是顶的 我们知道 那个是短档 因为我们 这个过了 差不多 500年 从七级光将军 那个时候 到这个 叶问 宗师 大家的 永春圈 都有这个 接 一旦有接 有买山 入身 和接 那就是短档 所以 如果说 要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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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春圈 这个 这个 贴身 短档 我们可以看到 你说这个 叶问 宗师 懂不懂 贴身 短档 他当然懂 他不懂的话 他怎么会说 这些东西 好 所以呢 这个贴身短档 在理论上 就是这么回事 那现在呢 我呢 就 给大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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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盘 托出 我知道的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 古代 什么东西 用这个 用书写 这个很难看 那如果说 不懂的 这个 这个 古代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文言文 又看不懂 之类的 现在有YouTube 给大家 看了解一下说 我所知道的是什么 记得 不要说 我是最对 我不是 我也不是最懂 这个是让大家 来一个参考 依照什么呢 依照我们 古代的 这个 传承的 这个 这个 现代的 这些力学 因为 人 总是要 这个 这个 按照人体功能 这个很科学的 那 给大家一个 了解说 这个是什么回事 到底 刚才说的 这个 截转轮簧啊 这个 这个 入身啊 这些什么回事 那 给大家 这个 这个 参考 所以我就 到这个地方去 把它调整先 给大家看 首先我们说这个长拳和短打 所以我们知道 按照这个传统 短打一定要入身 入身就常来短接 惯入身 入身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要走进这个地方叫入身 比如我如果走进去的话 我拜进这个是入身 在这个地方 这是入身 那个是短打 长拳呢 比如 这个是长拳 好 这个是长拳 短打一定要入身 所以 这个就是所谓的长拳和短打的不同 那这个 这个入身呢 不能顶 顶了就入不了身 好 那这个不能顶 顶就入不了身 又就几点 又就几点要看 从这个 轴的位和这个肩膀的位和这个下盘 好 这个从这几点 我们就来看这个所谓的入身 必顶的必须要的这个具备的条件 不然它入不了身的 比如 如果我的轴 是直轴 这个是树立的轴 好 这个直轴 因为我轴在这个地方 我入不了身 我怎么样都入不了身 我推出去 我是在顶着它 就是我怎么打它 我也入不了身 我可以打它 所以这个是在谈拳的事情 第二就是 比如好像说这个 一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内加拳说 这个恒进之类的 这个 这个轴 叫恒轴 这个也入不了身 这个就这样子 这个入不了身 入身要弃轴 轴 要弃轴 OK 轴 要放这样子 我才可以入不了身 如果这个轴在前面的话 我入不了身 我要入我都入不了 因为这个东西阻碍着的 如果我这样子也阻碍着 我入身要这样子出去 好 所以那个是入身 那你看你问我说 那小念头里面 那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啊 你这个手 你这个手回来的时候 你这个轴是往后面去的 对不对 这是去轴 然后在这个易经小念头里面 它有这个下叉双飞 下叉双飞 这个就是 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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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放在前面的 因为它要入身的时候 就是这样入身 这个入身 这个轴是放在这里 所以这走位 要入身 这个走位 要往这个 这个身体 不能放在这个地方 不能放在这个地方 你入不了身 因为这个是人体 这个功学 第二 这个肩膀 肩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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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 和我 肩膀 一旦在对手 和我的中间 我就入不了身 因为这个 这个就 顶着这个阻碍着 所以这个轴和肩膀 不能在我们的中间 要 这样子 我们才入身 所以我的轴 我的这个肩膀 不是在这个 沉在这个中间 而是这样子 所以 入身的时候 你说 如果说我的手是这样子 我入不了身 如果我的这个 肩膀是这样子 我入不了身 那 我要弃肘 拜进弃肘 这个肘已经弃掉去了 这个 这个 也不挡在我和他中间 是我的胸 和他 你看中间没有间隔 在这个地方 入身 所以这个是 在机械上 这个 从自古来 自古以来 短打 要入身 就是要这样子入身 这个不具备 那是不成立的 因为 在物理上 在人体工学上 你就入不了身 你是顶着他走 好 那 有一个问题来了 如果说 我们是 短打 要入身的 如果我们顶着这样 那就是长拳的距离 这个不是短打的距离 那 对方 长拳 如果说这个 长拳 他们有不反 那 站在这个地方 要挨打的 所以要入身 好 这个是短打 必须具备的 第二 入身的时候 我的这个下盘 我的这个下盘 是要截转轮返 可以转动的 前身可以转动的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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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入不了身 而且在这个地方 贴身的 黏住身的 黏不了身 因为这个已经变成 一个一个架构 一个架构 它是 它是变成 这个 死的 而不是 要截转文法 就是 要转的 一截一截转的 这样才可以 黏着它 所以那个就是 需要具备 这个是 古代的祖宗是这样写 截转文法 现在我们用这个 现在的这个 机械力学人体工学 我们知道说 那是科学 所以如果要说这个 呃 贴身 短打 那打法一定是入身 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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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 短打 贴 短打在这个地方 贴身就要跟贴着它 黏着它 所以贴身短打的定义 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 在这个地方 也 吃住它的内腿之类的 玩的这个东西 好 这个 不只是手法 这个腿法 这个膝盖的法 这个也是一样的 黏着它 发力 那在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利用这个 转 这个 截转软 软 这个扭矩的力 扭矩的 好 来发这个劲 发这个力 这个 那个就是泳村的短镜 它是从转动 所以 承桥很重要的一套旋 就是因为 他介绍了这个截转轮法 而小念头事实上是 截转轮法的更精细的练法 它虽然它这个 转 可是它因为它小 所以看 一般人看不太清 掌握得不太好 那所以呢 大家呢 是以这个 承桥为这个 开始说 哦 承桥这个 这个转马这些东西 这就是截转轮法 那到 这个真的是 你的小念头 有练这个 蛇心涌动 哦 因为这个小念头是 以这个 这个 儿媒十二桩 四季 和这个 这个短打 四季 铁身短打 四季的这个套权 所以要有这个 这个 儿媒十二桩 蛇心涌动的 那个 那个声弓 这样子掌握起来 还好 这个是 这个是技术上 需要这么办的 那最后一个要说的是 说这个 所谓的我们 说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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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先 就是说我这个手这样子 你在我的手我的脚之前那叫门外 这个是前门,这个是后门 前,前手 就是你入身的,你入身的同时你接他 这个前,比如说 这他是脚,这个是手 这脚,这个脚,这个手 这是后门,这前门,这后门,这前门,这后门 我入身,如果说这个是长的,这个是前的 我是接他,入身 这个后手,这个后手 是封他,入身封住他 那怎么说呢 就是他已经发出来的,你给他回不去 接住他,给他回不去 他还没有发出来的话 你就接着他,不给他发 就是这样的原理 所以就是所谓的前接后风 很快的,当然这个 要很注意一点这个 这个短打 讲究入身 讲究入身是身法,户法要很灵活的 所以呢,他这个接前手,前门的前手 就入身呢,就入身呢,接他 封后门的后手,就进去封他 这个,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眼里 这个前接后风 但是要记忆,可以入身 好,那个是最重要,要可以入身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 就是贴身 蝉,蝉着他 那当然是要用这个截转轮法 这个身体 这个截截可以转换 身体,好像那个轮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扭矩 在这个地方和他周旋 注意这个不是在打太体前挥手 这个就是,那个是我们说 这个蝉是截转轮法 才可以在这个地方 黏着他的身 在这里做战 好,所以 大太,我们把一个 这个贴身短打的 这个大体上的 这个方向和一些重要的细节 今天就和大家这个分享 那 这个就是贴身短打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就到这里